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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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那時間差不多的話 我們這邊就 差不多繼續開始 我們再下一場的 talk 那十一點半這一場我們請到的 就是台灣大學的趙遠 他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關於LHC Open Data 怎麼樣去做一些 在上面做一些分析 那他之前 在LHC 就是歐洲 之前那個直線加速器的新聞 其實在 如果大家有在關心一些 科技的新聞的話 之前我記得那個新聞也是蠻大的 就是在 就是在科學的發展上 算是有蠻大的 那我們今天就可以來聽一下 一些他的細節 物理的細節這樣 那我們大家就是 掌聲歡迎趙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大會要請 好 首先 我先稍微做一下 我叫趙遠 目前是台大無敵的研究員 然後其實都是用這個 自由軟體在做研究 包含作業系統 我們用的其實是這個 Ridhead Linux Open Source版本 叫Scientific Linux 然後我們的分析的這些工具 其實也都是 Open Source 這邊的話我稍微換一個段影片 跟大家介紹一下 基本上我們這個LTC的這個加速器呢 其實基本它就是把這個 氫氣的這個外圍的這個電子摘掉之後 就剩下這個直子 然後直子透過很多級的這個加速器 我們把這個過程呢 我們會逐漸的把這個質子的能量加到 目前世界套最高的能量的這個 3TB的這個等級 那在這個等級下面呢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 把質子跟質子做碰撞的這個過程呢 會產生一些新的粒子 或是一些新的物理的過程 那我們在做這個研究就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在物理的這個前沿呢 能夠找到一些跟以前不一樣的事情 或是想要證明一些呢 我們之前所假設的一些問題 那等一下我會稍微說明一下這些問題 再講什麼 那這邊這個CMS實驗呢 是我們這個台大跟中英大學呢 所參加的這個實驗 那另外一個實驗 是這個中英院跟這個 清華大學參加的這個實驗 那基本上呢 我們是把這些 歷史碰撞之後的數據呢 收集起來 但是呢 因為這個數量實在是太龐大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足跡的 把它做一個篩檢的這個過程 然後再把它收到各級的這個資料中心 做一個存儲 然後基本上呢 我們會把這個實驗 會做一個所謂的實力重建 這樣我會進一步解說 那再來一部分呢 就是我們會把它做一個 存儲存儲 放在這個Tier Zero 那Tier Zero主要就是在 本身的這個 Newa 跟這個FlaqPage 這兩個資料中心 那另外我們還有 十一個一級資料中心呢 在這個全世界各個研究單位裡面 那這些研究單位 它會貢獻他們的這些計算 計算的這個處理器 跟這個儲存這個系統出來 來幫我們一起共同 就是host這些β 那這些參加一級啊 二級的這些單位呢 它會再做進一步的這個資料的這個篩選 跟這個儲存的這個動作 那經過長時間的這個累積呢 我們會把這些一些很細微的這些 就是非常不容易發生的這些現象呢 也可以透過這長時間的累積呢 看到出來 那現在大家看到這個 這兩個宣傳這個 所謂的這些勢力呢 那這邊主要是我們之前所發現的這個 西格勢力值 它的這個實驗的這個數據 那其實其實在這一次這個 這個CMS 和compens data出來的這部分呢 你可以 已經可以做到 嗯 我們剛出這個發表說 我們看到這個西格斯裡史的這個 這個 這個 資料的這個圖形 那基本上你已經有 你可以 相當大的這個數量 雖然說我們只有放大概 是十分之一的數量出來 十分之一的data 那 那其實你已經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們現在大概在明年是會有一個再停機的一個過程 那在接下來的話 我們會再做進一步的這些設備的升級 然後在大概2020年會再繼續 有新的這個實驗的數據再進來 這是目前的狀況 然後 滑鼠到達 跳過來 如果有興趣的話 其實這個影片可以在下面這個連結拿到 然後我會把這個放影片之後也放出來 在這個slashier上面 喔我要跳 那之前呢 我們不同的這個實驗組呢 他們其實也有把一小部分的這些公開 數據公開出來 像之前大概是在 2014年底 這個enters實驗組呢 他們有公開一小部分的數據呢 然後希望大家透過這個machine learning的這些技術呢 來做一些分析 那這個是一個特別的這個分析呢 我們把它放在這個cargo的這個平台上面 然後數據也是在上面可以得到 那我們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實驗叫rhcd 它是做一個所謂的bquark的刷電的研究 那他們也把它之前的這些數據呢 放在這個cargo上面 這個sherlinb15 然後我們也寄錯的話 那其實在目前在cargo上面還有另外一個challenge 是希望是我們剛剛講到說我們把這個例子 直直直直的碰撞之後呢 它會產生這些軌跡 我們希望把這些軌跡找出來 那這個軌跡在我們這個 我們所謂高亮度的這個情況下 就是說我們這個碰撞頻率非常高的情形下面 你看到這些軌跡其實它都是密密碼疊在一起的 那你要怎麼樣從這些密碼 在這個偵測器上面的 你只會看到一個打到專輯器上面的點 那你要把這些點通通點起來 點成一個歷史通過的這個軌跡 其實是在這個高亮度的這個情況下 是非常挑戰性的工作 那在這邊的話呢 它就是我們的這個 operator 它就是把這一部分的這個challenge 放到這個cargo上面 希望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那這個是如果沒有記錄的話 應該是到這個月底吧 這個cargo challenge 那這個點你可以在下面看到 那我們其實有稍微提到一些例子之類的東西呢 這我稍微說明一下 那基本上呢 我們一般看到的這個物體呢 是由這個原子所構成的 是這個原子所構成的 那在原子在做細分呢 其實可以看到這個原子核中間這個部分 跟外面圍繞的這個電子 那原子核呢其實也是由中子跟子子所構成的 那中子跟子子呢 它又是由這個所謂的法克所構成的 那這個其實應該是答案這個在高中的時候有去過 可是其實因為把這個部分 都是放在這個教教書的這個後面 其實很多 如果是高提前那個聯法或現在認知考啊這些 都沒有在把它放在這個考試範圍的話呢 其實就很多老師不會教 然後也同學也沒有學到 那所以如果以前沒有看到過這個的話 就稍微說明一下 那基本上呢 我們有所謂的氫子跟這個化克 那氫子不明示範就是比較氫的歷史 那其中最常見就是我們知道這個電子 就是一般所見到的這些原子核外面圍繞的一些電子 就是這邊來 然後再來還有一些比較重的版本叫苗子 再更重一點的版本呢叫陶子 那這些苗子跟陶子 它都不是一個穩定的例子 它會在自然界之後就會衰變 那你通常是例如說 你有宇宙射線達到我們大氣層以後 它會產生 對 暫時的時間產生 例如說這個苗子 然後在到達這個地球表面之前 它可能就已經衰變掉了 然後再來第一部分是化克 化克也是有分這個不同的層 我們所謂的family就是不同的家族 那最新的這個家族呢 所謂上化克、迪化克 那上化克、迪化克 就是構成我們目前自然界看到的這些智質跟宗質 但是呢我們其實隨著這個加速器的這些發展 我們後來有看到所謂的這個 Mate化克、奇化克 還有迪化克跟迪化克 那這些比較重的版本的化克一樣 它在自然界會很快就會衰變掉了 那你只會在 例如說這個宇宙射線的這個 打到這個大氣層的這個情況下 或是在我們這個加速器的環境裡面 才會看到這些例子 那除了這些輕質跟重質 就是寬克這部分之外呢 那還有所謂的這個 力的這個媒介質 那包含這個膠質 膠質是把這個智質 就是把這個寬克 能夠包含在這個智質跟重質裡面的這個力量 那光子呢 它其實是傳遞這個電磁 也就是我們常見的這個電力跟磁力 它的這種媒介質 那其他這個弱作用力跟常用力 其他不太常見 然後重力的話 我們其實有這個重力值呢 目前為止是還沒有看到的 然後 所以到目前為止 它都是一個假設的一個例子的狀況 那另外一個例子很重要 就是我們前代2012年所發現的 所謂的希格式的例子 那希格式例子它是能夠構成說 我們目前現在這些例子 它的這個質量的來源 但是我們實際上構成質量來源 還不只是這個希格式例子這一部分 那這一部分其實都還是持續在研究當中 OK 那我們講說我們做這些實驗 那其實有些目的 第一個除了我們要找這個質量來源 是希格式例子之外呢 其實目前現在天文界很熱門的是在研究說 在暗物質跟暗能量 就是他們在電文觀測的時候 有看到的這些現象 跟一些理論的這個不合的情形 那再來另外一個是說像這個反物質的消失 就是如果我們是一開始的這個宇宙是 就是從這個大比例開始的 然後我們在這個大比例之後呢 那照理論來看呢 我們會可能得到 同樣數量的歷史跟同樣數量的滿歷史 可是我們現在的世界都是只有歷史的過程 沒有看到所謂的半歷史的情況 那這個中間其實有一些理由 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電荷宇宸 真的不熟悉的這個情況 但是這個我們目前所量到的這些物理現象呢 其實都還沒有辦法完全解釋這個部分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其實在宇宙初期的這些狀態呢 我們其實都還相當的陌生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這個LGC的這個實驗呢 它可以把我們帶到這個 我們比較高能量的情況 就是比較接近這個宇宙大比例之後 可能零點幾秒之類的 這個瞬間的這個能量的這個區間 然後可以看到一些一些例子 跟這個就是它管科跟教授之間的一些互動的情形 那接下來這邊可以先 我想可以先看過 那這個其實是我以前做的這個 關於這個雨車跟電車 電荷跟雨車不是有的那種的現象 那這個其實也是關心到這個 當年這個2018年的這個LGC獎 是由兩位日本教授組合到 這是在一個日本的實驗 那其實在這個高能量物理實驗裡面呢 我們其實用了很多的這個 所謂的Machine Learning的這些基礎 從最早的所謂的這個Light Table 然後Linear Discrimination 然後再來是所謂的這些BDK 是我們現在比較常用的 然後目前呢 比較Fasic的所謂的Deep Learning的部分呢 其實在我們這個領域裡面還 接受度還沒有那麼高 但是我們其實很早就像這一份這個 應該是某位的博士論文 他從1995年他們就已經在 所謂當中利用這個Machine Learning的技術 來做這些分析 那對我們這個實驗來講呢 我們有所謂的模擬的數據跟這個真實的數據 模擬的數據就是根據我們的這些理論 它可以假設說我們所看到的這個信號是什麼 它的背景是什麼樣子的 然後我們根據這個所謂的信號跟背景 這些就是所謂的TechBeta 就是已經是標記好的資料 然後我們透過這個標記好的資料 來去Train我們的這個Machine Learning的模型 然後我們再去把這個真實的這個數據 拿來做一個分析的動作 那在這個早期當然 那都是靠這個拍這個照片 例如說早期只會透過這個雲霧室 或是這個發佈簽本號像 去拍這個歷史通過的這個軌跡 然後再利用人工的方式去做一些計算 那這個其實這個我們在大概50年代之後呢 漸漸的我們就把這些方式呢 改變成說我們利用一些電子信號來讀取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透過我們計算機來大量的處理這些數據 那也就是從那個之後呢 我們開始把這些數據處理的部分呢 就成為我們這個研究的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對 所以物理就到這邊 然後再來就講說我們這個所謂CMS 它放出來這個一個PandaBite的這個Data呢 其實它包含了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它是這個Money Power Simulation 就是它的模擬的資料大概有500個TB 然後另外一半 另外500個TB大概是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真實數據的部分 就是我們直接從這個證測器裡面做量到的東西 那我們大概量到的東西呢 其實是有很多像下面這個不太清楚的 你可以從下面這個連結看到這個實際上的情況 我開一下 我開一下 沒有對到 沒有對到 沒有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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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還是一樣產量 基本上我們會看到這些代電粒子 通過我們增進的這些軌跡 然後我們可以由後面的這些量 先量到這些粒子的磁劑上本身的這些能量 那這些粒子的能量跟這些軌跡 它們可以告訴我們這個粒子的動量 那我們通過這些數據 我們可以做一個重建的工作 我們去把這個算變的這些粒子找出來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這個公開數據的部分 這個是左邊的這部分呢 是就是剛剛在影片裡面看到的那個圖 是當年就是在2012年 我們發表說這個長到7個式粒子的時候 所使用的這個數據 所得到這個分析的這個圖 那右邊的這個圖呢 這是這個你可以根據目前的這個open data 可以拿到的這個數據呢 來分析可以得到右邊這個圖 那你可以發現說 我們右邊這個圖所得到的這個資料量呢 甚至比我們當初發表這個 長到7個式粒子的這個數據量還要大得多 大概有三倍左右 就我們看這個外軸的部分 然後目前甚至說 已經有兩篇投稿到這個APS 就是美國物理學會的這個期刊 已經有兩篇是根據這個open data的這個部分 來發表的 那這兩份期刊 他們的點數大概是11跟6左右 所以其實你可以已經可以用這份數據做相當 相當有價值的研究 你要這樣講嗎 然後再來的部分 episode 1 1 1 2 1 2 1 2 2 2 3 所以基本上呢,我們這次的這個,反而想要做的是 根據這份作品呢,帶大家走過一遍怎麼樣去把這個環境建構起來 首先你可以先去下載這個Virtual Box 然後我們這個Sernet VN Hub 準備了一個VM image 你只要把這個VM image拉下來之後呢 你直接把它打開來,就可以拿到一個我們所建構的這個環境 那這個環境下面呢,有幾個區域的地方 一個是說你要記得要把這個VTX打開 另外一個是說你的那個BIOS要是64 就是你CPUR645,然後BIOS有支援VTX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有個設定要稍微改一下 然後,糟糕,下面是可以的 我本來是想要直接試的,可是我的整個Virtual Box爛掉了 你下載之後呢,可以得到像一個這樣子的畫面 還是我自己有一個截圖,用截圖好了 好,當你啟動這個虛擬機之後呢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Linis的環境 然後我們有設定一些這個網路硬碟的部分 所以所有的這些環境呢,是可以透過這個網路硬碟來存取的 那你就不需要再特別在安裝什麼軟體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 然後基本上你開進去以後 它就是像這樣子的一個Matchbox的這個Desktop 非常簡單的環境 那它所有需要的工具都在這邊 一個是Terminal 然後再來是一個文字編輯器 一個環境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我們所謂的一個root的環境 root呢,是我們在分析裡面所使用的一個軟體 那這個軟體也是一個open source 你可以在這個root 然後是很多ch這個網址上面看到 那這個軟體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想像成說是 現在大家比較熟悉的是這個r 跟這個gigiplot的這個整合計 就是說這個root呢,是根據我們實驗上 物理實驗上面所需要的這個環境特別設計 我等一下會進去的 那再來的話,你看是喜歡用vfgmx 其實這個環境有 然後分去這個環境之後呢 可以設好這個環境電數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透過這個 透過這個方式來開啟這個檔案 那我們這邊所謂的這個檔案 它其實也是從一個網 類似網路的file system 拿到的,我們叫做root file system 那基本上呢,它是一個 類似 它是基於http的這個協定 然後它是一個唯獨的作業系統 最多的檔案系統 所以只要下這個指令呢 你就可以先開啟這個畫面 你就可以看到說我們這個 root的這個環境 基本上它就是類似r 然後我們這邊其實它是一個 interactive c interpreter 那你可以透過一些簡單的c的指令 或是一些特別的指令呢 可以去存取對它 那通常我們不會這樣做 我們會另外寫一個 例如說是c的 類似一個maper 或是用root 那現在我們因為對於這個 希望簡化這些分析的過程 所以我們教學生的時候 我們現在都用root這個版 用都python的版的來處理 那等一下可以看到說 你怎麼樣透過這個python的方式 來做access這些數據 然後基本上你開起來 夠像這樣子 那你會看到它有這個 所謂的root 然後有files 然後有這些不同的這些 所謂的tree 那基本上它是一個 分數 是一個數字狀的一個檔案結構 那基本上呢 它是根據你的不同的 這些碰撞的這些事例 我們把它整合起來 那對於每一個碰撞的事例來說呢 它可能有好幾個 所謂的branch 那這個branch呢 就是所謂的這些資料集 那這些資料集呢 它會包含的有 如果你是模擬的資料的話 你會有一些模擬卡 我的這些訊息會在裡面 那如果你只是存data的話 那它就只是說 你在什麼時候發生碰撞的 你什麼時候取得的這個data 會寫在這邊 然後在技術部 我會把裡面所有的 我們可以看到的例子 像電子啊 鳥子啊 這些例子 它的這個 試動量的這些數字呢 會存在裡面 那就是根本 基本上是根據這個架構所所儲存的 那最簡單的方式 例如說你想要看到 一個電子的 它的這個 一個碰撞實體裡面 它所有的這些電子的 它的這個分布的情況呢 那它的金像動量分布 你只要在這個方 這個資料底上面演兩下 去看到它這個分布的情形 那這邊基本上是還沒有篩選的過程 那我們通常會寫一個簡單的程式去做這些篩選的動作 那這個是簡單的這個root的操作的部分 然後再來的話 那實際上呢 我們不會拿這個所謂的這個原始的數據 來做分析 我們會先做一個簡化的過程 比如說我們現在想要看到 這個篩例裡面 它是希望能夠 介紹說我們的這個 這個 自己的這個 波設子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這個 落樹用地的這個媒介子 那為什麼這個z的這個 這個例子那麼重要呢 因為我們 在當初找這個希格斯例子的時候呢 我們是透過這個 希格斯刷變成兩個z這個例子 刷變成兩個z的例子 然後再刷變成兩個秒子或兩個電子的這個過程 來找到這個希格斯例子 來找到這個希格斯例子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情 其實是要想辦法重建這個 這個z的這個例子 然後如果你從Wikipedia查一下呢 或是說你如果這個 我們所謂的PDG 就是我之前前面有一點 有這個連結 這個所謂的這個 基本地址的這個 數據庫的這些資料 你可以看到說 它是一個不帶電的例子 所以你根據這個電信 還有它的這個自選 知道說它是一個 所謂的波設子 然後它是一個基礎的 就是基本地址 它的質量是在 在91個GEV的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會看到說 如果我把任何兩個 在這個碰到的勢力裡面 所看到的這個電子隊呢 把它充足起來之後呢 我們會看到一個分布 那這個分布呢 隨著你這個勢力的這個增加呢 你會看到這個像這個 如果我們只跑100個 我們飛訊剛剛提到這個 範例程式 它跑了100個勢力的話 你可以看到 所以利用它一個勢力點 因為這個勢力實在太少 那你慢慢增加這個數據點 就可以看到說 你會在這個 Z的這個質量 大概90GB的這個位置 能看到一個峰值 就是像這樣子一個 中型的分布 就是我們講這個 高式 distribution 那當然如果你能夠再 加更多的數據進來 你可以看到的是 像這樣子的一個更新所能分布 那你會看到這個 Y軸上面這個 小小的這個棒子 就是你這個 誤差的範圍 那這邊我們使用的是 所謂的這個 Person的這個 Error 就是你 你根據你的這個 數據量說 決定你的這個 誤差的這個大項 所以 所以 OK 開另外一 我們其實有一個 Vertual Machine 是 給我們內部使用的 只要選好的這個 部分之後呢 我們可以 直接開個 學理技術啊 然後甚至說 我們可以從這個 最簡單的這個 Vertual Box 都不需要的情況下呢 就可以開啟這個 檔案 那這個呢 其實我們在這個 我在 畫面裡面會有一個連結 它是 在Github上面的一個 範例 那這個主要是要告訴你說 我們怎麼樣去重建 這個例子 那這個 Github這個連結呢 我們 會給它之後呢 基本上是 像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然後 這個跟我們 在這個地方 上面看到的 是一模一樣 然後如果我 直接開 Exercise 部分的話 這個是那個 Jubiter就是那個 Python的 那個 Python Notebook Python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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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們想要 重建這個 自己的這個 波射值的情況 那我們可以 把這個 數據的 部分呢 圖出來 那基本上 我們是開了一份 之前先 處理好的 這個數據 然後透過 我們要等一下 透過這個方式來 算出它的 所謂的 Evermess Evermess它的 計算方式就是把 你這兩個 電子或是 秒子對的 能量加起來 然後放掉它們 動量的這個 向量核的平方 然後 你可以看到它的 質量 成為 Evermess 無變質量 或是進質質量 那 你透過這個方式 可以計算說 我 這兩個電子 是不是 就是從 Z這個電子 摔變出來的話 我們只要去 把 一定量的這個 數據 放進去 去看它的這個 分布 如果我們可以看 在90Gb當中 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部分呢 看到一個 中型的分布的話 那就是知道說 OK 我們是在那邊 是有 這個層次E 摔變過來的 這個過程 這邊的話 這個範圍的話 一樣是 告訴大家說 透過這個 Pandex 跟 這個 能拍 然後 也可以用這個 MacLab 去畫這個 分布圖 那基本上 我們事先 又處理好一份 數據呢 就是把所有的 電子跟 瞄子對 抓出來的 這個部分 那這邊是 瞄子對的部分 我們存成這個 CSV的File 然後 這個也是在 Github Checkup的時候 可以拿到的 然後 我們去畫 去算這個 Environment 然後 我們去看說 我們 如果說 你的這個 Environment 在這個範圍裡面的話 我們就把它加進來 然後就可以 畫出這個 這個基本上 它如果對它 相當熟悉的話 應該都是非常簡單的 這個過程 然後 然後 重新 如果我要重新穿 這一幅的文化 比如說我要看 EWALK 之地 好了 然後從前面穿 我把這些 實力抓出來之後 看到有個 這個中心分布 它這個 peak 是在這個90Gb的這位置 然後你在下面 看到這個 波波這一層 是我們所謂的 這個背景的實力 那基本上它就是 因為隨機 組合出來的 這些 例子 它就不會真的 聚集在 這個90Gb的 這個伏計 所以 它是一個像 這個 Exponential 這個 的 這個 過程 然後 如果說 我們慢慢把這個 數據加進來 的話 其實它 可以從這邊來看 它們加到1,000個 實力 然後加到2,000個 實力 然後加到3,000個 實力 就慢慢看到 有一個分布 聚集在這個 90Gb的這個 這個附近 那基本上 我們就可以確定說 我們有很大的機會 在這個區域的附近 所看到的這些例子 是真的是從Z 這個例子 改變出來的 那這是這個範例的 這個部分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從 那個Github的這個連結 然後拿到這一份 這個 範例程式 那如果你是直接 跑這個範例程式的話 你可以直接 它實際上是一個 Python的script 所以你直接用 iPython去run它的話 就可以看到這個分布圖 那你可以直接在這個 Python的script裡面 去指定說我要 跑多少個實力 比如說這個是大概 一萬個實力之後 你可以看到像這樣子 一個分布圖 那這是根據我們去看 所有的這些 碰撞之後的這些資料裡面 有兩個青子的這個實力 去把它撈出來 撈出來之後去畫出來的這個 那如果我們去看 四個青子的這個實力的時候呢 基本上就是我們想要 找這個Scripts list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說 一樣在這個 其中這個兩個青子 所構成的這個部分 它也是會 會聚在這個 大概 90個GEV的這個位置 那當然 因為你要要求 用這個Python的script 裡面有四個青子的情況 其實是一個相當稀有的過程 所以我們必須要 搞很多的這個 Scripts list 所以我們去過一下去 它才能夠看到一個 比較清楚的一個情況 那如果去看 它的這個四個 而青子的這個過程 你會看到說 其實它會在 125GEV的這個位置呢 會有一個 比較多的實力的這個情形 就是這種 箭頭指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就是 Scripts list的這個 好這邊 就是這個Scripts list 我們當初的一些 例子 我們看到的這個 是例子從這邊來的 那我們這邊 所謂的這些 environment 就是那個 到底什麼是 environment 到底什麼是 靜止質量 那主要是說 我們所有在真實裡面 所看到的 都是所謂的 長壽命的例子 那這些長壽命的例子 它都是由一些 一些比較短壽命的 這些例子 衰變出來的 那最常見的是 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電子跟苗子 然後呢 我們 根據我們 把這個電子 對跟苗子 重建之後 配得到 所謂的這個 靜止量的 它其實是類似一個 你在光學裡面去看 或是說你在天文裡面去看 這個星星 它的這個構成 你回去看說 它的這個光譜 是長什麼形狀 不同的這個氣體 因為說不同的這些原子的 這個構成 它會有不同的這個光譜的線 那在 基本例子的這個情況下 你不同的這個例子 它會 會去在不同的這個 能量位置 那其實它就是 對應到它們 一個靜止質量的這個大小 所以就是 我們可以藉由分辨這些 室地裡面 不同的這些靜止質量 來分辨說 它是從這些例子 順便出來的 那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需要去 從這個environment 來去做一個分析的這個過程 那像你剛剛講的這個 Z的話 它是從90Gb的這個 附近所衰變出來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90Gb附近 會有一個 比較大的這個 所謂的 公正態度 這個分佈的情形 那這邊 X軸是取這個 Lock scale 所以它是在這個 100的這個附近 所以 要多少時間 十分走 所以 要多少時間 十分走 所以 剛剛這邊 就是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 Swrong這個 Service 它其實是 我們一個內部使用的 這個 Web Service的一個概念 它基本上是在後面掛了一個 這個 叫什麼 Stackware 就是 就是目前這個 Amazon所使用的這個 那是Amazon使用的這種 Web Service的概念 然後 然後 我們把這個 結合了這個 這個 Nodebook的這個概念 讓我們可以直接從這個 網頁上可以做 這樣子的一個分析 然後 甚至說 所以我可以在這個 位置呢 拍一個 拍個terminal出來 收到不來 連結看 寫成 這個 可以看到 從這邊進來 然後 這個 CMS 在這個 辦理的部分 然後 中間在這個 Exercise的地方 看 原本 看到 有這些Gipeter Notebook的這個5在這邊 那執行的話是直接從網頁上就可以執行 就像我們剛剛示範的這個部分 那如果說你需要直接看這個數據的話 你也可以 例如說這邊的話 這邊其實不是完整的這個 網頁Data的數據 只是從網頁Data的數據裡面 篩運過的這個部分 那像這邊的話 所謂的2011A的部分呢 就是在2011年所取得的Data的A這一塊 那我們其實有分了大概兩三塊 然後我們用這個CSV的方式承下來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示例裡面呢 它有這個電子 第一個電子的它的這個PxPfz 就是PtA1 這是歷史的那個基本程度量 然後你有它的這個在電的電荷量 還有一些做一些Quality Check的這些電數 然後第二個PxPfz就是第二個 這個電子它的這個在這個空間的這個動量 這個分布 那我們只要把每一個示例裡面的 第一個電子跟第二個電子 Sorry 這邊是瞄子 第一個瞄子 或是第一個瞄子跟第二個瞄子 它做一個我們剛剛講 可以BurnBest的這個計算 就可以得到說 我們去看它的這個分布的情形 然後另外一部分是關於這個Jubit 這邊其實是我們給一些學生 就是如果它對這個Jubit的動部 不是很熟悉的話呢 我們可以有一些簡單的這些範例 那其實這些對一般這個想要學習 用這個Python做分析的時候呢 其實它也想到你有用 那你要怎麼樣去 錄取你這個從這個CSD 錄到出來 然後放到這個DataFrame裡面 然後這個時候你要去 怎麼樣去把這個書籍錄進來 然後再存出去 那這邊都有一些簡單的範例 這上應該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你可以比如說從上一層 這個只有簡單的部分 這邊他這邊就是簡單的這些開場 我們整個局面的部分 這些超過的部分 那你怎麼樣 我們等一下車裡面去讀進來 然後怎麼樣做接木的分析 我們從這邊來看 那我們剛剛講的這個PETA 其實是PX PYPZ的一個變形 那主要是我們因為 剛剛在前面的這個通圓片看到說 這個地質的這個軌跡 他會在這陣子裡留下這些軌跡 那這些軌跡圖呢 你去根據他的這個 在磁場裡面的這個區域的大小呢 你可以得到一些數據 有點點看得到 因為我們在這個這次裡面加了磁場 所以你在這個很前面看到的時候 如果帶電粒子通過的這些真正性 你會留下這些點 那我們有程式 根據一下Algorithm 會把這些點點點下來 他就 基本上就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帶電粒子通過的一個軌跡 那當然我們還進一步做一些 Polity Check 做一些檢查 把一些不太可能發生的這些事例 把它丟掉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 拿到它的這個動量的大小 那基本上這個動量大小就是 跟它的這個軌跡板是有關的 那我們說 你要做數據分析的時候 其實你第一個就是要 know your data 你要必須要了解說 你這邊的 data是在存什麼東西 所以你就是要先 能夠了解說這些它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剛剛講的還有帶電荷 你基本上因為我們的這個 Z Posome 它是在電中性的 所以你必須要確認說 你這兩個電 這兩個瞄子 或是這兩個電池 它必須是一個帶正電 一個帶鋪電 然後它才能夠是 構成這個 Z這個例子的一個可能的情況 然後絕對可以根據這些情形 來做一些分析 那細節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從這個DHub這個連結 可以看到 那DHub上面的話 你是靜態的 但是你把它抓下來之後 你可以見過你自己 這個Dubino的環境 然後你可以進一步做一個 做一個分析 那我在這個端片後面 其實我也有留這個 怎麼樣去安裝這些 可以提到的這個軟體 在你的這個電腦裡面 那這個其實就 不一定要 用Dubino 你在Windows下面 也是可以 做這些操作的 只要把相關的這些 拍廠的這個 套件裝進來 就可以做這些分析 然後這邊有幾個不同的方式 你可以透過這個 Virtual Environment 來建這個Python Street的這個環境 或是說你直接用 Dubino 可以直接做安裝一個方法 其實有一個方式都可以做 然後就可以在一個這個 樓庫場面直接讓一下 那你只要這個分析 如果這邊不是太複雜的分析的話 其實你一般的這個 多機都可以用 你就可以開始玩 這份這個open data 然後 那個Root的話呢 以前的話 它其實有Windows版 也有Ninx版 有Mac的版本 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些 比較複雜的分析的話 你們還是要用Ninx版 比較方便的 那這邊的話是 一個比較舊的版本 我應該把它改一下 然後我再把它放到這個 到時候這個網頁 這個 簡報的這個網頁上面 所以你就可以一樣 透過這個安裝這個Root 跟這個Python的 Python的Gipyter Notebook 你就可以 來分析這一份 這個open data的方式 然後 同樣這個題目 其實我有替這個 物理穿越台 還有寫一份這個介紹 就是剛剛看到 在網頁上面的這一份 那這個檔案 我到時候也可以放在網路上面 可以直接看這個 透過這一步步的這個過程 你可以去知道說 我們這些分析是怎麼樣做的 好 像我們剛剛看 你要跑多少的事例 你記得在這個 這個script裡面去 改 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看的 或是像我們剛剛在這個 Gipyter Notebook裡面 直接去 改說我們要跑多少的事例 那這邊的話 因為它這個是真的去 對於access這個生的這個主題 所以這個關係到你的這個網路的快慢 所以如果你要跑很多分的話 你就好要好一點的網路 那如果大家還有其他的問題 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大家可以提出來 那我講的部分就到這邊 那我講的部分就到這邊 謝謝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在code card 可以聽到物理的 題目都是非常有趣 希望大家不要被物理下討一下 對 我們今天又有數學 又有物理 對 那基本上 如果你對這份 這個open day還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分享 那這些其實在網路上 都有相當大的資源 那只是說 一開始他們很公布的 只有英文的版本 那其實我們 在做這個outroaching的部分 就是我們去 做一些科普的這個 這個部門 他其實有盡量去做不同的這個版本 他中文的版本 可是你會看到說 我在Gip上面有 有英文的版本 有其他文的版本 在上面 那這個是基本上是 對 對 反正 反正 這裡面其實都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 他們有些簡單的辦理可以拿來是 其實你用這些辦理來學這個 這個 麥克蘭 或是一些 那樣拍的一些 其實都相當有用 不只是說 如果要看這本 我們可以拿來 還有一些簡單的教育 主要是給我們一些 新進的 小朋友們 還不懂 還不懂 還一場不懂 怎麼分析的時候 他們可以走過這一 好 好 那如果大家沒有問題 講到講者 在這邊大概也可以 就是 有問題可以 自己下來 對 好 那我們這一場講題就到這邊 那下一場會是12點3個分開始 謝謝大家 謝謝